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是1月27号周五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乐 今天来谈谈股票的市场 以及前景的是J梗 欢迎你J 大家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点数 今天又是一个上涨的日子 我们待会也要来谈谈市场 为什么上涨的气氛这么浓厚 今天一天 道指一共收盘的时候上涨了28.67 纳什达克上涨109.3 标普500上涨10.13 一个礼拜是标普500上涨2.47% 道琼斯上涨1.81% 纳什达克上涨4.12% 收盘的点数呢 现在道琼斯是维持在33,978.08% 纳什达克收市报11621.71 标普500收市报是4070.56 J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道琼斯连续好几天都是上涨的 气势如虹的原因到底何在 下一步如何走呢 整个这个市场呢 它的目前这个走势啊 是完全按照我们之前所预测的这个方向 还有这个节奏呢 去运行的 可以说是初步的达到了我们上一周的一个预期吧 因为呢 本周的话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对于标普而言就是要占上这个4000点 我们在周四和周五的这个行情当中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回踩4000点的一个支撑 还有今天呢 冲高尽管是今天冲高回落 但是呢 仍然是在一条短期内的一个主力位附近吧 因为这个主力位的话呢 我们是应该是在去年的12月中旬 有一个高点 大概是4100点 还有12月初有一个接近一个高点 大概是4080点 它这个都是一个主力区 所以说呢 当这个指数到达这个主力区的时候 那么短线上的一些这个换手盘就会出现了 那么所以说对于今天的这种盘式表现 还有大盘的市场的一个趋势吧 来讲 我认为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反而呢 近期的这个盘整修正 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来讲的话呢 仍然是我们可以继续的看前期的高点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继续的持有手中的这个股票吧 因为我们4000点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关口吧 那么这个在4000点 我们是前两周的话 那么市场呢 就是在这个点位的下方 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盘整了 那本周的目的呢 就是要突破上去 那么我们也看到占上了4000点 但是短线上来讲呢 还不够稳 再稍微等一等 因为呢 从整个这个时间的一个跨度上来看 我们本月的话呢 这个算下周的周一周二 只有两个交易日 所以说呢 对于月尾和月初的这种行情呢 仍然是以震荡为主 所以说呢 大家呢 短线上进场 或者是可以在下一周的行情的主要节奏呢 应该大概率的应该是采取那种低息高抛吧 因为毕竟整个一个过渡的阶段呢 这个机构 这个换股 还有这个对于短线上的一些散户投资朋友 也会考虑到在阻力位上呢 进行一些减持 所以说呢 出现一些这个换手的这种情况 应该是属于正常的这种现象 那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上来看的话呢 也是比较温和的 那整体上来讲 也并没有出现明显这种资金出逃的这种迹象 说明了整个的市场呢 仍然是不缺钱 只要是不缺钱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 顺势而为吧 那么就继续的甭逼介入 对 好 谢谢J的opening remark 道指今天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涨了 看到Tesla 他本周一共上涨了33个percent 这种公司真是 我就用一个风字来形容 的确是他下跌的也多 上涨的也多 市场对他的评论呢 各种说法都有 有的是看衰他 也举了六七八条原因 有的是很少的人是看涨他 他就在这个气氛之下 这个礼拜上涨了33个percent 三大股指在本周通通是涨幅 那美国12月份的核心 PCE这个物价指数 现在是所有人都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 尤其包括美联储局都是认为是非常重视的一个物价指数 看通货膨胀看联储局将要加息多少 因为毕竟距离二月初联储局在2023年第一次开会已经快要到了 所以呢PCE物价指数强化了美联储局将进一步放缓加息的步伐的预测 市场关注美股的财报 所以美股的财报还是现在在市场上最受到关注的事情 照您刚才的这种说法 J就是继续看好下个礼拜是低息高抛 所以市场的气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是吗 对的 好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点位上来看的话呢 那么我们今天收盘的点位是在4050多点 那么4050多点的话呢 应该是基本上是就要挑战前期的高点了 所以说呢 逢低继续的介入 因为整个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向上 所以说呢 我们挑战前期高点的这种概率的话呢 也在逐渐的增加 所以说对于标普而言的话呢 我们先放到 把目标点位呢 先放到4500点吧 这是我们这个2023年 第一个要进攻的一个目标 那对于道指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它创新高 道指呢 能继续这个持有这个创新高的这种观点 OK好 我们再回到市场的经济报告的这个消息面 虽然2022年12月份的核心的PCE 是比同比自从2021年10月以来的14个月的最低的水平 那另外还有一份数据表明 美国12月份个人收入环比是0.2% 预期也是0.2% 所以no surprise 好的也没有 坏的也没有 美国12月份的消费的支出PCE是环比负0.2% 预期是负0.1% 那这个是比预期是要更深一点 但是现在上面市场所有的方向就是在基本面的方向都是呈现一种非常没有脉络可以寻 就是可以帮助大家预测未来的经济也好 那市场是否会下跌或者是联储局是否永远在今年几次就是保持在上涨0.25%的现象 但是有一点大家非常关注的在12月份Christmas的零售的数字是不好的 从Thanksgiving就是不如预期Christmas也是不如预期 另外还有一个一个月的这个指标啊 就是大家调查这个整形的诊所 他们现在呢已经推出买医送医 并且这些病人爱美的男人女人发觉他们要去预约doctor的appointment都比较容易 也比较快速的就可以进去了 那这一点呢可以跟以前的红唇膏的预测啦 或者是男人内衣库的购买的数字的多少啦 来预测经济的景气啊都是显示正在衰退之中 那在限期2023年2月初的时候 那您会把这种indicator当成多大的一个影响力 还是完全就看到股市的气势 它的technical的charting走势呢 好的那么首先的话呢任何一个消息面不论是利多的也是还是利空的 他们都会在这个图表当中呢显示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市场呢 我们说经常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市场呢它可以包容一切 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技术面的一些图形走势还有这个构造 那么都是由于不同的这种消息面还有市场的一些情绪所慢慢慢慢的构建出来的 那么当构建出一种形态或者是一种趋势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当一个趋势进行出现的时候 任何一个利空它都是一个买进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像您刚才所说的去年去年的那个时间点的话 那么刚好呢我们是应该是在经历了11月经历了这个从10月份到11月份 这个连续大幅度反弹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一些这个利空消息的一些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12月份的话呢 它做了市场呢是做了一个修正的姿态 虽然是修正但是呢并没有说改变这个技术面 那么当在当时的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也也是三番五次的强调 那么市场的这个节奏呢没有变坏 仍然是可以逢低去介入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利空消息 最主要的判断呢就是要看 它所这个当时的这个技术面或者是市场 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那如果说是处在一个底部的话 那么利空呢基本上就是出尽了 那如果是说在一个上升趋势的一个修正的阶段当中的话 那这种利空的话 反而就是释放一些 现在利空消息 释放一些获利回堵盘 稍微换一下手 那接下来的话 只要这个技术图形 没有跌破我们在技术面 看到的或者是我们规定的 心理的这个支撑点位的话 那么我们仍然是可以继续的持有的 那么我记得在去年的这个节目当中 在市场不断的这个下跌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在忍嘛 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标普也好 道指也好 它的一个下方的一个支撑 那么我记得当时在节目当中呢 也是跟大家说 跌破可以再忍一忍 跌破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转头向下 或者是调整交易方向了 但是呢那个时候市场呢 并没有跌破 所以说呢 一点点的恢复了一些升级 这就是我们整个市场 就是慢慢慢慢转变的一个过程吧 反正大家呢 也是从去年的这个不好的行情当中 慢慢的走出了一段 经历过了 大家呢就反而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会吧 好的 谢谢J 那J在微信号 他的ID是JAYGENG001 JAYGENG001 除了股票之外 那您在其他的financial的项目 比如说人寿保险啦等等 都可以在微协上面来请教他 跟他的联络 他的关怀面 他的理财面都是非常广的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来提出几只个股 来请JAY来回答 好 听众朋友大概两分钟以后 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JAY你好 大家好 多小姐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TESLA 这个在这一个礼拜 做成了一个完美的上升区道的TESLA TESLA今天上涨11% 一周上涨33% 价位回到了177块9 来研判一下TESLA的走势 TSLA TESLA的话短期的话我们看到出现了连续性的一个上攻 短期之内的话它是有一点点的超买 不过这次上攻的目标点位的话 应该会在195到200元这个主力区 就应该能就应该到这个点位了 所以说呢大家呢因为距离目前的收盘点位距离200点的话 还有一点点的一个距离 尽量不要去追高吧 因为呢目前整体上来看 特斯拉走的是像是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左肩已经构成了 那么目前呢 反短线上上涨 如果不突破200点的话 或者是195到200点这个区间的话 基本上它的这个底部的话呢 就这个头部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做一个右肩了 那么右肩的话呢 还会有一轮向下的一个修正 那么向下修正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大家可以这个持臂观望 然后呢逢低继续的介入 好 特斯拉在去年11月底12月初碰到近期的阻力200块钱 那现在是177块 所以只有22块钱的距离就达到200块了 接着听众朋友想要知道黄金的走势 黄金其实最近也是气势如虹 他们要想知道它的阻力在哪里 还会继续上涨吗 至少它的底部在11月初的时候是145块钱 现在已经来到了179块2毛2 请分析GLD 好的 那么对于GLD的话呢 短线上我们上一周和本周的话呢 都是一个高位的一个修正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个修正还没有结束 所以说呢 持臂观望的话呢 尽量再观望一段时间吧 那么和很好的一个路长点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放在175元左右 175 好 这个是GLD 好 那接着大家问到的 有几位朋友问到的是Microsoft MSFT 它被当柜下跌了两天 然后今天只有回复了百分之零点零六 价位是248块一毛六 MSFT距离近期的高点是12月份的262块 还有一段距离 OK MSFT的话呢 短线上在做一个WD WD的经线阻力的话呢 在260 突破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一个高点吧 大概是在290元左右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微软的这个走势的同低可以继续介入 那目前进场的话 点位不分高 还有空间 下面问到的这个问题是半导体的老大哥 Intel INTC 今天下跌的可多 下跌6.41个percent 是跳空下跌 价位回到了28块一毛六 它的整个的图表的走势 比它的ETF要糟糕 并且跟台积电TSM比起来 也是属于比较糟糕型的 来分析一下Intel近期的走势 INTC的话呢 目前本周的话呢 是一个上冲预阻回落 短线上的话呢 仍然是在一个横盘整理区间内进行波动的 波动区间的话呢 应该是在26元到31元这个之间 所以说呢 短线呢逢低介入吧 然后呢 我们看30.75能不能被顺利的突破 突破以后的下跌目标 就是暂时放在35元 OK 下面是比特币 好比特币呢 现在是23,140块 距离24小时以前是上涨了500块 曾几何时脱离了低点 现在上攻23,000点 请问比特币 它的强阻力是多少钱 3万 比特币风低介入吧 时称的话呢 应该是在21,600 然后呢 风低介入 然后目标呢 我们就暂时放在3万元吧 3万 3万 3万以后 就是看那个时候的势头来讲 或者是以现在的大环境 3万可能就是很高了 大家应该要出售了 这个还是要看消费者怎么样解读 才知道他下一步 万一达到3万以后是怎么走 是吗 对的 对的 那因为毕竟按照我的功力的话 我只能看到这个3万点了 嗯 转线上的 只能是说到了3万点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市场的一个氛围 还有整个一个图形上的一些这个这个一个构建吧 构造吧 接下来的话就会有一些暗示的 是 中国的股票其实跑得很快 那我们今天听众朋友问到的是FXI 这个是最强的25只中国的股票的一个ETF 他已经从去年10月底的20块涨到现在的33块2毛3 可见得这个股票总是跑在事实前面 在这个FXI看的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那短期的前景如何 FXI今天的33块2毛3 阻力呢在34块半 这是这是短线上的一个一个阻力位 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谨慎一下吧 然后逢低的话呢 是可以介入的 30元是支撑 这期的话呢 可以我们可以再次的把目标呢 放得高一点 可以放到37到40元这个区间吧 嗯 好 非常感谢 今天时间有限 那非常感谢J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气势磅礴的 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谈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